早晨,今天是8月1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利达资产管理基金经理兼首席投资策略师 王耀宗Andy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Andy,今早大事有什么接触? 今天当然我们要看看港股这边 究竟腾讯出现业席有什么反应 以及京东也是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看到人民币的走势 会不会开始站稳 这是其中一样 而美国那边大家都开始进入 如果用标普500指数来计 其实这200点,大家应该开始 会想是否出手是吸纳的位置 这两个市场就简单说了 好,上日联储局也公布了 7月底的议息会议记录 市场如何解读 Andy又如何看待后市的加息步伐 稍后会详细谈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外围的情况 美股是向下的 联储局7月份议息会议记录立场偏樱 透露议会官员表示 如果情况没有重大改善 或者有需要,继续加息 道指低开后曾经倒升187点 一度重上35,000点 之后再度向下 并依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道指收市跌180点 跌0.5% 收报34,765点 练跌第二个交易日 纳指跌156点 收报13,474点 跌1.1% 标指跌33点 报4,404点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德国股市向上 英国和法国股市向下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亦是跑输大市的 跌1.6%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Tesla在内地再度减价买车 股价再跌3% 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向下 NVIDIA是先升后跌的 收市跌1% 银行股未止跌 美国银行要跌2% 而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 方网股ADR相比半岗上日收市 普遍要向下 腾讯和京东业绩之后 ADR都比半岗上日收市低超过3% 腾讯折合317元左右 京东折合135元 阿里比半岗上日收市低2% 折合87.3元 再看汇控 汇控比半岗收市低 折合59.5元 看亚太区股市最新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跟随美国外围 跌超过1% 最新跌321点 不是收报 是现时最新跌31444点 首亿综合指数跌34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要向下 跌幅超过1% 跌87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幅较大 跌幅较1.2% 最新跌幅11621点 和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最新跌350点左右 恒指在这一刻 黑旗的时候 18,000点都穿上了 17,900点左右 稍后队员盘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都是一个部分朋友觉得的心理关口 18,000点 稍后继续和大家看看 昨天的外围焦点都在联署局议息会议里 7月份议息会议记录就说到 大多数官员都认为通胀风险明显偏向上行 可能要求局方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其中有两个官员就要求7月份按兵不动 即是连续第二次会议暂停加息 上个月会议最后就是加息25点指 息率就升到22年的最高 市场普遍解读是今轮加息的最下一次 不如说回会议记录 当数官员都说到 政策制后会带来高度不确定性 部分官员就说到 美国经济具有硬性 但有下行风险 会议记录出街后 其实看到利率期货市场 都未有很大变动 市场主流依然认为9月会暂停加息 但有11%相信会加息 在公布会议记录之前 就是多了1% 之前就有10%的人估计会加息 美股昨天就是先升后回 资金流出债市 10年期债息从上4.2厘流上 美会指数就继续在103个高位培回 好,Indy,你怎样解读上日那份议息会议记录呢? 其实见到言论都偏英 但Fatwatch那里就显示 大家都继续预期不加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我相信是几人弱 首先市场上 原本由上次加息那晚开始 其实Fatwatch上面 大家都会看到 没有太大变化 就是觉得可能会停一停 之后才再看 待会再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前者 关于联署局上面 究竟言论偏英 我相信大家都预认了 去那一刻 因为大家7月份 大家讨论的时候 其实 他们预认了要去到9月 才会有FOMC 所以 一定要在管理市场预期上面 要继续偏英 因为其实 除了管理市场预期之外 而且他们暂时 在看很多的经济数据 都是应该有 buy time的机会 给他们的 例如大家都会看到 听到 他会比较 soft landing 的 tone 即经济有些 见底回升的情况 他都有提到的 例如劳动市场 仍然很紧 但是都会觉得 去到年尾可能 失业率都会慢慢开始上升 是的 所以其实 这一个位置 某程度上 他们都要buy少少 time 留下位置 叫偏英少少 等到9月才再算 好了 那为什么 无论究竟 我们会觉得 联储局 会摆个偏英 就是拿来buy time 而Fatwatch上面 即市场上面 又会有这样的反应 就是都会觉得 9月很大机会 会暂停一下 然后才再算 因为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无论哪个headline的通胀 或者核心通胀上面 都有个基数效应 而这个按年的基数效应 其实应该是去到 大概7月左右 就完结了 即是上年同期的时候 因为通胀很高 所以自然很容易 拉低了今年的按年通胀 所以在这个预期之下 简单来说 大家开始看回 未来这个下半年 如果你按年 就算什么都不是很变 其实你的通胀 都很自然 在数字上面 有机会有回升的压力 所以大家 首先不用太怕 看到按年的数据会回升 因为这个首先第一点 是有个基数效应 其实今年 大家去到年尾 暂时都在看 你不过4 其实都可以的 而第二点 就是关于 是不是真的 只是看基数效应 就不是的 其实除了刚才 或者我们经常都看 什么劳动市场 房地产市场之外 其实还有一点 在关于这个下半年 大家会看紧一点 就是一个 亚尔尼洛的现象 这个不算太多人看的 但是 这一样东西 都是会有 令到商品的成本 是有机会回升的 是的 但是这个只可以逐步逐步看 OK 但是这个是比较 少人提 但是大家都预了 是有这个风险 要留意著 所以 留有一个余理就是 因为现在看任何的数据 又要联储局都知道自己是制候的 这一个系统的联储局的做法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 data driven 所以你不要叫我有任何的预测性 是的 所以其实 这个位置 我估计9月 大家估计它 就是刚才说的 计算 一些经济面 基本面 那些 都是会觉得 可能停一停 接着他们再看事态发展 才再做 所以 其实11月那个 我会觉得是 买保险的bet 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会怎样的 是的 好 你的判断就是 未来的加息步伐 你预期11月 有没有机会 会多加一口 如果 根据刚才的做法 如果那个情况 其实如果商品市场 不突然间再加 即是升得很急 即是没有什么大原因急升的话 我觉得11月 是不应该再怎样加的了 是的 比起以前 又有多了一些原因 首先 刚才说到 阿尔尼罗不知道是否会发生 另外 其实这段时间 我估计短期里面 油价曾经这两个月夹一夹升 这个应该短期完结的了 是的 因为其实不多次 有个基本面的支持 是的 经济动力又不是真的那么强 在全球 是的 第二 其实也是因为 靠供应限制 是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自己觉得 如果如常态发展 11月不应该加 再加少少 你当少半阴谋论去看 是的 现在其实市场 你会见到 十年期的债息 飙升了上去 接近4.3 但是其实 都是因为大家 有个发债的忧虑 是的 这一件事 如果用阴谋论去看多一点 其实 我们会见到 大家在看今次 应该有很多美资的国际巨企 尤其是金融巨企 要帮忙一起接货 OK 那在这一个角度 如果 如果 当人是会有进步 是会参考历史去做进步 他们 下年 会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 maturity 就是开始到期的了 就是下年和后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应该 不会想做到 好像SVP事件又再发生的 是的 那在这个角度下 其实他们 这个今年 其实应该怎么都要peak的了 就是去到年底 跟着其实可能 如果他们想帮他们做一条数 就是这个题 这个太幻想性了 但是 如果是 其实他们可能去到 下年年中 就是更加大 一些誘因 可能要把利率按下 是的 但是这些 估计性的 不去讲太多了 但是如果 刚才说的基本面 那些 暂时 觉得11月 不应该去特别再加注 是的 好 以你这个推论 或者你这个判断 就是觉得 今次的加息周期 其实是完结了 那你刚才开始的时候 都说到 有些朋友都看到 标普去到4400点 左右水平 开始判断 或者在想心动 开始想想 是否吸纳 你对大家的建议 就是去到这些水平 其实大家是否又 可以买一些货 首先 第一个的建议 就是可以 如果有时间的话 听过去 两个月内的一些分享 是怎样 因为其实这个故事 是没有变的 现在情景发生的 是没有变的 那时候也有提到的 就是说 通常美股 去到8月9月 其实那个季节性效应 其实是会 气氛差一点的 尤其是今次都 今次业绩期 应该7月底的时候 都有提到 可能就由这个业绩期 开始 就会发生 这个健康的整固 或者叫做调整的 OK 因为这些字眼 每个人不同 有些人觉得 现在 对于我们来说 就叫做中期升浪 的健康调整 有些人觉得 这个是短线的大跌 是 没错的 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 但是按中线的角度 去和大家继续跟进 在这个情况下 首先 季节性效应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看 而今年 比起过往 是早了 接近一个月开始 是的 这一件事要留意 第二件事 就是当我们去衡量 究竟是不是 这个中期升浪上面 通常我们都会看 技术分析 加上基本分析 技术分析上面 如果大家记得 当时是因为 突破了大概4200点 尤其是突破了4300点 这个位置 其实在技术分析上面 其实你无论用黄金比率的0.618 或者你纯粹看图 你看到打横去找一些作力 其实你都不可以 可以再死牛一面颈 说这个是熊市 你怎么都要把这个是中期升浪先 是的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在技术分析上面 其实 由昨晚开始 正式开始进入了 一些人 如果是过去上半年 觉得失败了市场 如果大家记得 我是说过 有不少的机构投资者 和Family Office 其实上半年 是失败了美股的升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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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